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决定对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 23位科学家们给予表彰 每人都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此之前呢 他们还发过一次奖金 奖金特别少 一等奖只有10块钱 二等奖5块钱 三等奖3块钱 那个时候啊 民间有句话说 你们这造原子弹的 还不如我们这些卖茶叶弹的 但也正是由于有了他们 当年在戈壁滩上默默无闻的付出 才换回来我们今天的这一份 安宁和幸福感 1977年张爱萍将军正式付出 付出后他就找到了老首长 叶卷英元帅 他对叶帅说 要把文化大革命 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于是主抓国防科委工作 提出了三大战役 以及洲际导弹 潜地导弹和通信利新 史称三抓任务 1980年 我国的第一颗洲际导弹发射成功 也进一步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的战略核打击力量 已经能够覆盖全球 时隔两年中国的第一颗潜地导弹发射成功 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国家的战略核武器生存能力 和机动的发射能力 1984年4月8日 我国第一颗通信利新发射成功 实现了远程大容量通信 让电视机真正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三大战役任务的完成 标志着我国真正迎来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 1982年 张爱萍将军担任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开展了许多的军事外交 他是我国成为有核打击能力之后的 第一任国防部长 也是唯一一位开国上将中 担任国防部长的将军 出访了美 欧 日 韩等国家 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 1987年 77岁高龄的张爱萍将军正式离休 离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协同家人回乡醒清 这也是他阔别家乡58年后第一次回来 也是回来那一次 把故居捐赠给了人民政府 张爱萍将军这一生中啊 据统计有13次让职让贤 他在职务上坚持就低不就高 就实不就虚 一个革命者的毕生热血和真诚 书写了他的座右铭 在众人对他的评价中呢 还有这样一条说 他是一个没有道德欠账的人 这句话评价极高 而他留下的一句话是 为人不能顶天立 往在世间数十年 但遗憾的是 2003年7月5日 张爱萍将军因病逝世 走完了人生的93个春秋 这是爱萍将军在北京八宝山的墓地 没有墓碑 他在身前交代家人说 离世之后啊 独立碑 于是家人给他立了一块太湖石 后面有八个字 风霜雨雪 顶天立地 私人已是风范永存 将军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将军的人品光照千秋